AG-600成功实现了海上的首飞 标志着这款目前世界上在沿最大的水陆两极飞机 研制工作又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 那总台央视记者崔霞也在现场独家直击了海上首飞的整个的过程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崔霞刚刚发回的报道 总统会已经下令了 看到飞机已经开始滑行 据我了解这也是咱们的飞机第273次的路上起飞了 好 前转已经离地飞机顺利的起飞 从日照机场起飞之后大概要飞20多分钟能到达青岛海域 从日照机场到咱们的作业水域距离大概是120公里 巡航的高度是1200米 我们看到这个飞机已经离水面海面越来越近了 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进进阶段 飞机已经完成了三转弯 机组正在调整飞机的姿态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的状态非常的稳定 滑过了我们的指挥船 现在飞行高度是60米 飞机在稳定的静静 我们看到这个大概30米判断出它的姿态 现在应该是个负的5度左右 离水面已经非常近 10米 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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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稳 3米 2米 1米 我看到我们的断接位置马上就要接水 好找水了 断接位置接水非常的稳定 姿态4到5度保持的非常的稳定 这个动作非常的完美 我们看到我们的飞机在浊海以后继续保持着这个姿态脚 这是为了使飞机尽快减速和避免这个姿态变化导致纵向的不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的船体部分已经完全的着水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着水 我们的AG600首次海上降落成功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画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现场 接下来飞机将在海面上做一些低速的滑行科目 初步考察和验证一下海面的机动特性和滑行的稳定性 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AG600的水族两栖飞机 正在海面上来滑行 真的分不清它到底是船还是飞机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会游泳的飞机 一会它起飞了以后我们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会飞的船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着水 这个也标志着我们的AG600首次海上降落成功 我们看到我们的飞机已经完成了这个180度的回转 这样一个滑行的姿态真的看起来 AG600飞机是相当的美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AG600飞机在海上滑行 很震撼 看我们的飞机已经加速要起飞了 好的加速 从海上起飞 调整好了起飞功率 好的加速 飞机正在持续的增速 飞机已经离开海面海上起飞成功 海上起飞成功 2020年7月26日10点19分 中国自主研制的水陆 两栖飞机AG600 在青岛海域成功实现海上起降 海上降落 海上滑行 海上起飞 这整个过程我们的AG600 像在执行一次救援任务 而在这个任务过程中 我们看到飞机表现出了太优良的低空低速性能 和优秀的海上短距离起飞性能 在海面滑行过程中 飞机有良好的稳定性 操纵性和喷舰特性 从路上到内湖再到海上 AG600飞机完美诠释了水陆两栖的特点 这艘会游泳的飞机 会飞的船 实现了我们人类自古以来飞天入海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啊 这样也不是不阳